可以在這邊多一個按鈕吧 叫什麼 啟動錶單 把這個錶單叫出來 按下它 這個錶單怎麼樣 就秀出來了 如果我今天需要有個功能 按下這個按鈕 這個東西跳出來的話 那要怎麼做 其實喔 特別注意喔 程式只有一行而已 首先第一個 如果我今天需要一個按鈕 它的名稱叫啟動錶單的話 那你要怎麼寫 第二個 這個怎麼把它呼叫起來 OK 首先我們來看喔 如果我這邊要做一個按鈕 叫做啟動錶單 所以我講過了 如果要一個按鈕 你就必須先在哪裡 模組裡面有沒有 Visual Basic 裡面的模組 模組我是Module 2 裡面的話呢 Module 2 我先Module 1好了 那裡面的話呢 特別注意喔 我們就直接在這邊 如果你要一個按鈕 那你就打一個sub 或者你插入一個程序好了 sub名稱呢 空一格 打一個什麼呢 叫啟動錶單 好 Enter 再Enter一下 直接打sub 啟動錶的Enter 那你會發現喔 它會自動幫我多加一個什麼 小瓜糊 跟Enter sub 那你就把程式寫在這裡就好了 那特別注意喔 一個sub 可以對應一個按鈕 OK 應該可以 應該有印象吧 那接下來的話 如果我按一下這個按鈕 我要讓他把這個表單給啟動起來的話 那特別注意喔 非常的簡單 程式一行 這個表單名稱叫User Phone 1 所以呢 請你記得喔 在這邊打什麼 打User Phone 1 那如果你當然名稱有改的話 你可以打別的名字 大小姐 他是視為一樣 所以你打小姐沒關係 User Phone 1 點 如果你點下去的話 有個清單的話 表示你沒打錯字 而且有這個表單 要讓他顯示出來的話呢 就是User Phone 1.show OK這樣就可以了喔 然後你直接把它點開 那我們這個按鈕就寫完了 所以呢 我接下來做什麼呢 因為有一個sub叫啟動表單 所以呢 我將來可以在這邊 把這邊按鈕複製好了 貼過來 因為我要跟上面一樣 所以我拿著上面貼 OK 但是我這個按鈕呢 是要對應到啟動表單 所以按右鍵 把它怎麼樣 指定聚集 它就是對應到什麼 啟動表單 這個 然後把這個名稱也複製一下 OK 按一下它 然後它就去幫我把那個sub執行了 然後那個執行裡面就一行 就是把User Phone 1 把它秀出來 就這樣而已 OK 按個確定 好 然後名稱的話呢 把它變更一下 叫做啟動表單 OK 好 這樣子 我們就寫完了 然後點一下它 看會不會成功了 點一下它 點出來 關怎麼關呢 很簡單嗎 右上角都插一插 這樣就關了 OK